手游酷玩 手游的血量呢 比较少 然后得先站在原地去 等一下血量的恢复 先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不确定 对方人在什么地方 这个人也是开始跟我对墙 但是他左边冲出来一个队友 我的血量还剩下一半 如果说我的队友要上呢 其实我可以配合一下我的队友 然后也是将对方打散 我的队友应该能完成收割 但是我的队友好像没有如我所愿 然后我在击打中间仓库的人的时候呢 其实在对面这个方向来看 左侧又出现了一个人 有点难受 现在得是想办法将这个物眼后边的人解决掉 冲出来了 我刚才对墙 但是好像对过了 对过之后呢 又冲出来一个 有点难受 现在得是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人还是想跟我聚聚 我这没打死吗 他是两个人呢 什么情况 哎呀 但是其实这么一看的话 刚才我那个淘汰量是完全足够击杀一个人的 这个人也是持续的跟我对象 然后我也是直接扫完之后直接走 因为我不太确定还有没有人 这也能打扰我 这不确定该怎么办好了 因为我的队友在右侧的也是没有打开局面 完了 这怎么后面后个人 嗯 这送的有点多呀 哎呦我的队友再一次被干掉了 玩的有点难受啊 兄弟 先稍微注意一下附近有没有人啊 哎 但是有人在打我 我现在回复一点血量 因为我的血不是特别足够 那我的队友呢 其实也是将对面带走了 因为我现在血量太惨了 所以说我有点害怕 嗯 血回满之后呢 也是持续的我先走 嗯 先拔出一颗雷 因为我看到 哎呦呦呦呦呦 这雷怎么弹回来了 兄弟 我吐了 我这个雷没有从那个眼上冷出去啊 我还以为他能从缝里窗过去 没想到他弹回来了 哎呦 哎呦呦呦呦 兄弟你在干嘛 跑在对面之后呢 又有的血量比较残 然后他们家在别的地方还有人 然后也是打了我两枪 先稍微侧一下头 因为不要把整个身子全部露出去啊 谁知道什么地方会有什么人 对面这个习性我到现在也没太弄 这是啥呀 火箭筒自杀 然后给我带死了 我服了 呃 不要着急慢慢来 哎 这人怎么冲出来了 谁想要再走 但我才拿下来骑一个人啊 其实按四处的话 我现在的人头也是一个正的啊 因为我们家 如果说你是脱脱腿的话 可能杀不到了六伟 啊 好像杀到了 有点难受 现在呢 也是持续跟那边对相 然后也是对死了好几个 呃 主要就是对死了一个 但是打仨了不少啊 这个又冲上一个人 这样带走之后 我家对手呢 其实血量不是特别充足了 我现在稍微回复一下血 因为我这地方 哎呦 还是对不过他呀 稍微注意一下啊 不要再轻易的死了 因为我家这个人头树 有点扛不住了 看看这附近还有没有人啊 哎 这老哥什么情况啊 但是我现在就淘汰了十个呀 这对面怕有一个人头赢了呀 这肯定输了呀 哎呦 有点难受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社会酷儿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